破除他人的看法 这个叫做一个破罚人 能不能破除他人的反难 破罚人是不一定 不正确的话没办法破的 由此当至于能破 由于再次所谈到的这些的真理 了之了以后 这我们身下的 如果你不正确的 这个自信有的条件下 什么什么这些都说出来的道理 都是可以破的 于是身下的 之前我没有提到的 还是身下的 你拥有类似这种的一个 不正确的作诈都可以破的 就是这个意思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账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沪池印证经书 佛书经翻结缘品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报恩护主的小猴子 陈铭丁住在一个平级的小山村里 那里四面环山 交通非常不方便 村子里的年轻人 陆陆续续地搬家 离开了这里 只有一些老人 依旧住在那里 守着几块小田度业 唉 又有一户人家搬走了 是啊 村子里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老人了 陈老弟 你要去哪 好几天没去田里了 今天天气好 我想去除草 现在也只有他 还愿意去田里工作了 陈老弟不下田工作 哪有办法生活呢 我们还有儿女会每个月给一些吃的跟钱 但是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呀 这一天 正在田里工作的陈铭丁 突然听到不远处的草丛里 传来了一阵声响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奇怪 那是什么东西 哎呀 原来是一只小猴子 他的脚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小猴子 你不要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啊 要是不赶快处理 可是会感染的 不要怕 让我来帮你 哎呀 伤口看起来好严重啊 走 我带你回我家擦药吧 就这样 陈铭丁把这只小猴子带回家了 并且对他细心地照顾着 很快的 小猴子的伤痊愈了 经过这些日子的朝夕相处 小猴子和陈铭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舍不得离开陈铭丁 便住在了陈铭丁的家 陈老弟 你捡的这只小猴子恢复得真快啊 对呀 他对这只小猴子很好呢 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都给他吃 这只小猴子真的很怪 我原本打算他的伤好了以后 要把他放回山里 可是他却说什么也不走 我就想说 我正好没亲人 留他作伴也好 你看 你的猴儿子还很会撒娇呢 当然了 他很聪明呢 有时候看到我不高兴 他就会翻跟斗逗我开心 有他陪着我 我比较不寂寞呢 这一年 村子里遭遇到了干旱 别说农作物都没收获 就连饮用水都不够喝 很多老人家被自己的子女 从村子里接走 哎 今年 我们要怎么过 陈老弟啊 我明天就要跟我儿子离开这里了 你也赶快想办法 另谋出路吧 这个村子已经不能住人了 啊 老哥 你也要搬走了 对啊 今年的这场干旱太严重了 村子里连能喝的水都没有了 老弟啊 你看田里的农作物都枯死了 没有收成 你要吃什么 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唉 我没儿子 没女儿 是可以去哪里啊 那也总不能在这里等着渴死饿死啊 你不是还有这个猴儿子吗 你可以带着他到城市里表演赚钱呢 他那么聪明 肯定没有问题 这倒是个办法 好歹也能混口饭吃 小猴子 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表演吗 哈哈哈哈 为了可以生活 陈明丁带着小猴到城市里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上开始表演 虽然很辛苦 但有小猴子陪伴在身边 陈明丁感觉生活不孤单 这只小猴子好厉害啊 竟然可以连续分这么多跟头 对啊 现在会在街头表演的人不多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猴子表演呢 这只小猴子真是聪明 还知道要鞠躬感谢呢 谢谢你小猴子 要是没有你 现在的我还真的不知道该靠什么生活呢 来 今天你最辛苦了 给你一颗你最爱的苹果当奖励 我不喜欢吃苹果 你吃吧 好好好 我也吃 你也吃 真是一只有灵性的小猴子啊 这条路上的车很多 我抱着你走过去吧 哎呀 不好了 糟糕 怎么会撞到人呀 这不是那位带猴子表演的老人吗 他伤得好严重啊 是啊 赶快看看 他伤到哪里了 天啊 这只小猴子在保护他的主人 小猴子 我们不是要伤害你的主人 我们是想帮他呀 小猴子就这样 一只手在沉迷钉身边 不让任何人靠近 直到警察和救护车赶来 小猴子 不要捣乱 他是救护人员 是要抢救你的主人呢 这位老人 没有生命迹象了 通知冰葬车 来载走吧 最后 这只小猴走回了事发现场 独自蹲坐在路边 不停地掉泪 这个场面 令周围的人 也感动到哭了 最美好的时光 16岁的鲁特 是一只黄金猎犬 来自德克萨斯州救援队 曾经参加过911 和其他无数次的救援行动 受到许多警卫人员的尊敬和喜爱 但最近鲁特被病痛折磨 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 鲁特的情况怎么样了 他的状况非常糟糕 应该剩下没有多少时间了 明天就是鲁特的生日了 他是参加过911事件的最后一支搜救犬 当年的搜救队员想为他过一个生日 嗯 这样也好 至少让鲁特知道 大家并没有忘记他 鲁特 我的老朋友 当初我们并肩战斗的时候 你只有两岁 那时候你是多么的强壮啊 是啊 当年和我们一起战斗的搜救犬 只剩下你了 鲁特 克里斯 你一定要多陪陪他 当然了 最近他非常焦虑 不过当我躺在他身边 他感受到我的时候 就能安然入睡 这些日子 我都陪他一起睡觉的 是啊 他还是非常依恋你啊 我还清楚地记得 911那年 你们俩奋斗的身影 这里有幸存者 鲁特又发现一位幸存者 快过来快过来 这边有幸存者 鲁特 休息一下吧 你太累了 鲁特 真厉害 你已经救出了多名幸存人员了 谢谢你 你真棒的 该休息一下了 生日快乐 鲁特 很高兴 我能和你一起努力过 你们看 他还记得我呢 当然了 鲁特的记忆非常好 过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他都记得的 是吗 你看他今天看起来很开心 我想他一定是回想起 曾经一起奋斗的岁月了 是啊 他已经好久没表现得这么兴奋了 我想鲁特 很怀念曾经和你一起工作的时光 不如我们在他最后的时光里 带他重温一下过去 好啊 这个主意 真不错 我来为鲁特 列一下愿望清单 接下来 我们就依照这个清单 带他去回味一下 我们先去当地的小学吧 鲁特曾在那里陪伴过小朋友 而且还帮助过许多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嗯 鲁特 你看谁来看你了 鲁特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露丝 哇 看来鲁特还记得露丝呢 鲁特 我真的好想你哦 很感谢你曾经帮过我的一切 你看 露丝他一直都是这样子 不愿意和别人说话 我听说经过训练的狗狗 可以帮助像露丝这样的孩子 从自己的世界里走出来 所以 我才寻求你们的帮助 我不知道鲁特能不能做到 我们只能尽力试试吧 鲁特 你过去关心露丝一下 嗯 哦 你好可爱哦 天啊 这怎么可能 露丝跟他说话了 嗯 看来露丝在心里已经接纳了鲁特 鲁特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听说你最近身体不怎么好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就像我一样 你看 我现在不是就好了吗 听说你要来看我 我准备了好多礼物要给你呢 你看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披萨 我给你订了一份最大的 这个小球你还记得吧 以前你经常和我一起玩小球 这是你和我都最喜欢的游戏 这个小球我一直留着 现在我将它送给你 你现在身体不好玩不了小球的 等你身体好了以后 我再陪你玩 鲁特你看 这是我 这个呢就是你 这些画都是你离开我家后画的 每次我想你的时候 我就会把我们俩在一起度过的日子画出来 当年患有自闭症的鲁斯 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开朗 是啊 所以事隔几年后 鲁斯看到鲁特 就像是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样 一下就扑了过来 接下来的几天 鲁特去了好多自己曾经工作的地方 也见了许多人 有他帮助过的孩子 有被他救助过的幸存者 也有很多喜爱他的纽约市民 鲁特 你感觉好点了吗 鲁特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刚才兽医说了 他的肾脏已经衰竭了 他会在痛苦中死去 在痛苦中死去 怎么会这样 这对于鲁特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 刚才兽医说了 现在对鲁特 最好的办法就是安然而逝 让他尽早地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是啊 现在我们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了 是到了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了 鲁特是911事件中最后的一只搜救犬 多年前还获得美国人道协会颁发的年度狗英雄奖 他参加了无数救援行动 帮助过许许多多的人 毫无疑问 鲁特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是人类的好伙伴 谢谢您 鲁特 一路好走 鸳鸯殉情 鸳鸯被看成爱情的象征 因为人们见到的鸳鸯都是出双入对的 作为经常出现在古代中国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鸟类 人们常用鸳鸯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 这一年在郊外的湖面上出现了很多鸳鸯 它们在湖面上随波飘荡 优秀密实 你看 这些鸳鸯多么漂亮啊 是啊 不过鸳鸯最让人喜爱的是 它们对爱情的忠贞 它们一直都是成双成对的幸福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多让人羡慕啊 难怪有人说只献鸳鸯不献献 多么温馨漂亮的场景啊 真是太美了 是啊 你看大家都多么喜爱鸳鸯 好多人都从城市里跑到这个偏僻的地方 就只为一堵鸳鸯的芳容 是啊 鸳鸯是中正爱情的象征 你看 好多恋人来这里山盟海市 它们希望彼此的感情会像鸳鸯一样 不离不弃 相守一生 我听说 事实上鸳鸯真的对爱情非常的忠贞 如果自己的伴侣意外死掉 那剩下的一只绝对不会再去寻找新伴侣 甚至还听说有些鸳鸯会绝食殉情呢 绝食殉情 你说的有些过于夸张了吧 鸳鸯终究也不过是一只鸟罢了 它们怎么会做殉情这种事情呢 我也只是听说罢了 不过你看它们一直成双成对 比翼双飞的样子真是让人羡慕啊 我就不信打不开它俩 就是嘛 我就不信这对鸳鸯能够一直在一起 年轻人 请不要伤害它们 大叔 我们并没想要伤害它们啊 我们只是看看鸳鸯的爱情是大难临头各自飞 还是真的像传说那样不离不弃啊 你们不必是了 鸳鸯互相的情感之深 绝对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如果一方离世 它们是会殉情的 啊 迅情 鸳鸯会迅情 大叔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不 这是真的 今天我就给你们讲一讲 关于鸳鸯迅情的故事吧 真是讨厌 怎么每天都来这么多人呢 嘿 阿康 你在这里做什么 怎么今天没有去狐狸捕鱼啊 还捕什么鱼啊 你看每天湖边来这么多的人 太让人心烦了 哦 你是说这些人 来看鸳鸯的都市人啊 没错 就是那些人 它们真是无聊 一只破鸳鸯有什么好看啊 每天都来看个不停 鸳鸯是爱情的象征 而且它们看上去又那么漂亮 所以才会吸引别人来观赏啊 漂亮又有什么用 漂亮又不能吃 你就知道吃 鸳鸯是观赏鸟 观赏鸟 观赏鸟可是很少有人吃啊 炖鸳鸯的味道 我想没什么人尝过吧 炖鸳鸯 鸳鸯怎么可以吃啊 怎么不可以吃啊 我想鸳鸯吃起来 口味应该 跟野鸭子差不多吧 或许跟大鹅的口感有点像 吃鸳鸯 阿康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大家提到鸳鸯 想到的总是爱情 怎么到了你这里 竟然想到了炖鸳鸯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总是喜欢尝试 吃一些新奇的食物 鸳鸯 有机会我真的想尝一尝的 它不会是说真的吧 这些鸳鸯竟然还不怕人 这样更好 明天我就找来工具 抓一只炖着吃 炖鸳鸯 我还真想品尝一下的 阿康 你拿着弩做什么 你不会是想用弩去捕鱼啊 弩怎么能捕鱼啊 我这是要去打猎 打猎 湖边有什么猎物可以打呢 你说要打猎什么啊 是阿康 他拿着一只弩 说是要去湖边打猎 你说湖边有什么猎物可以打啊 去湖边打猎 难道他真的要去捕猎鸳鸯 捕猎鸳鸯 这怎么可能啊 阿康怎么可能去做那样的事情啊 不错 那些烦人的游客都还没来 真是天赐良机啊 嘿嘿 好机会 大家都说鸳鸯相依相伴 我就不信我射杀了一只后 另外一只不会逃走 真开心 不错哦 真大只 真开心 一会儿就可以品尝到炖鸳鸯的味道了 真不知道它会是什么味道呢 你给我快滚开 否则我连你一起射下来煮来吃 没射中 该死的家伙 竟然躲过了我的弩箭 算你命大 赶快滚远点吧 真是烦人 算了 你不走 那我走 你老公已经死了 你还跟着我做什么 锅里的鸳鸯应该快炖好了 我要尝尝所谓忠于爱情的鸳鸯是什么味道 啊 它这是要做什么 啊 怎么会这样 这只此鸳鸯怎么会这样做啊 它竟然以身殉情 对不起 我真是不该伤害你们 真的对不起 象征着忠贞爱情的鸳鸯 你们还要继续伤害它们吗 我错了 再也不会这样了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夜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大威德金刚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恭请慈人格西主法 日期8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开始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居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 0278 07282 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新逢孝道月 佛教慈悲至夜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既见梁黄宝灿 即于谐宴口 普师甘露法会 日期8月26日星期一 至8月30日星期五 梁黄宝灿法会 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法师主法 8月31日星期六 佛学奖座 即于谐宴口法会 上午9点半 佛学奖座 佛学事宜 主讲人 广乎法师 下午14点 于谐宴口法会 恭请惠泰法师主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法会备有 共品礼盒及白米 发给中低收入户 地点 宜然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哉法义 共募福恩 三国草语之情 河南一部诸信品牌人家 诞生了一名婴儿 取名为朱世行 十几岁 即在洛阳 白马寺出家 这个时期 佛教英 驱逐了佛法森 而有了更广幻的传播 但当时出家人 只是辟法染医 以示与俗人有别 并没有受戒之说 西元250年 天族僧人坦和加勒 从印度来到洛阳 带来了佛教的戒律 在白马寺设立戒坛 白马寺举行了 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次传戒法会 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 及平社界 但唯有朱世行 登台社界之事 被记载下来 因此 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位正式受比丘界的 汉族僧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